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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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一开始之前 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我讲过 我上去看过我DimD的人也 应该会明白 很听过 那么顺利也讲过 那么 在这边我要在现场讲多一次 可以吗 可以 那么这件事情 是这样的 那么在这里有一个湖 很大的湖 那么湖的中央有一条船 小船 那么船上有三个人 这三个人叫做什么 在钓牛 在钓载鱼 所以就钓啊钓啊钓啊 突然间第一个就讲 其中一个他讲 我肚子饿 那么 那么另外一个就跟他讲肚子饿 肚子饿去拿面包来吃啦 刚才我们看岸边那边 我们放一些面包 我们去拿面包来吃啦 那么第一个人就讲说 嗯 OK好 他就站起来 我要你们想想一想 他在一条小船 在湖的中央钓鱼 湖的中央 他站起来 那么脚呢就跨出去那个船 当他脚一跨出去那个船的时候 他就这样 他就叮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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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到那个岸边 拿那个面包来吃 吃完了过后呢 他又叮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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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回那个船哦 然后继续的钓鱼 另外一个就看到 哇 这个是 武林高手哦 他有办法在水面上跑哦 他为什么 他会轻功 这个人会轻功水上飘上 不过这个人 觉得他很厉害 不过又死爱面子 又不要讲静静 钓鱼 那么他一段时间过后呢 第二个就讲说 我肚子饿 那么第一个就跟第二个讲说 肚子饿了 去哪边包来吃啊 刚才你没有看到我 去哪边包来吃呗 我去哪边包来吃 那么第二个就讲 哦好 他就站起来 跟第一个一样了 脚一跨出去 他就叮咚叮咚去到那个岸边 吃面包 吃完面包 哦又叮咚叮咚叮咚 笑回来了 哇 那第三个看到这两个 我不止一个高人哦 既然有两个 这么了不起的高人在这里哦 不过死要面子 又不要讲 那么他说 别人可以 像我应该也可以嘛 他就讲说 我肚子饿 那么另外两个讲肚子饿 去哪边包来吃呗 刚才你没有看到 我们去哪边包来吃呗 OK好 站起来 脚一跨出去 他就 掉进水里面了 那么当他掉进水里面的过程的时候呢 第一个就跟第二个讲说 老乡啊 你最好跟那个家伙讲哦 那些石头在什么地方呢 什么意思啊 意思就是说 其实水 水下面就有石头了 对不对呀 只是被水遮住了 看不到哪些石头 那么第一个跟第二个 懂不懂石头在什么地方 好 那么第三个懂不懂 好 不懂 不懂 不要问了 对吗 所以就喝水 对不对呀 好 所以这个故事其实要讲什么呢 其实这个故事要讲的是什么 我们要成功 我们跟从成功人士的讲步走 对不对呀 对 好 今天 那些成功的人 都已经走过这条路了 这成功的道路 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 要遇到的问题 要遇到的挫折 要遇到的阻力 要遇到的拒绝 是一模一样的 甚至会比别人更多 所以他们经过这条路 他们已经有方法了 他们已经知道石头在什么地方了 我们只需要 跟从他的脚步走 对不对呀 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开 他们所犯的一些错误 我们就可以避开 他们所浪费的一些时间 对吗 所以我们这样讲 经验永远是最好的老师 但是最好是别人的经验 对不对呀 然后学东西有两种方法 一种就是 自己去创墙 啪 然后肿起来 然后流血 然后学到墙是硬的 对吗 另外一种方法就是 别人去到那边创墙 他肿起来 他流血 然后你看到 然后你学到墙是硬的 对不对呀 哪一种方法比较好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我们想说 当上去跟我们讲某些东西 但我们的管理神跟我们讲一些东西 跟就对了 是吧 因为我们都是创造满身都是伤痕 从头到脚 是不是 所以你们不需要浪费这样的一个时间 不需要再走过 这样的一个 同样的一个重演 重演这样的悲剧 那么今天呢 大老爷从新加坡来吧 其实也不是很远的 没有什么东西送给大家 今天我送大家六个这个石头 我把这六块石头呢 这六块石头可以帮助我们 更快的时间上岸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 这六块石头是什么 只是很少人去分析 没有人去分析 这六块石头 或者说没有人指给你们看 到底这六块石头在什么地方 我们要如何去运用这六块石头 我把这六块石头叫做 6P 6个P